建立中港溝通機制 有意就議案辯論發言的議員 請你按下要求發言 請湯家驊議員發言及動議議案 主席我動議通過在於議程內的議案 主席,國家憲法第31條 是賦予權力成立中國特別行政區 而我們的基本法第66條 也確認了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會 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機關 主席,經過國家憲法及基本法的確認 我們立法會是香港的一個不僅是合法 而是我們的憲制秩序 行政立法及司法三者之中的不可缺一的一環 主席,但是很不幸地自回歸以來 香港的立法會並未視為 有一個正常的溝通、互動、交流的地位 主席,我為何這樣說呢 其實我記憶所及回歸以來 舉例說,立法會從來都沒有跟國家的人民大會有任何交流 我是說官方的交流 任何的互訪 不要說國家的人民大會 就是其他省市的議會 我們都是沒有的 主席,你想一想 在想像到,譬如蘇格蘭的議會 和倫敦的國會 會不會是從來都沒有任何交流 加州的議會和華盛頓的國會 或者西雅圖的議會 會不會從來都沒有交流或是互訪的呢 更加進一步說,主席 其他地方、其他國家的議會 如果有代表到訪香港的 絕大多數都會到訪我們香港的立法會 我們也會有議員 以官方正式的身份接見他們 和他們有所交流 但唯獨內地所有官方的機構 所有的立法機關 如果他們有官式訪問香港的時候 我們充其量都是在一間酒店吃飯 哈哈哈哈笑一笑 那就算了 從來沒有試過有 內地的官員正式到訪我們的立法會 更黃論在我們的議會發言 主席,這個奇怪的現象 我認為是極不健康的現象 更加奇怪的地方 主席,只是發生在香港的立法會 為何這麼說呢 因為我們的行政機關 和內地的行政立法和司法機關 是有正常關係的 甚至乎我們的司法機關 都是一樣 和內地的立法司法機關 是有正常關係的 只是唯獨立法會是沒有 主席,我在這裡說這番說話 並不是指香港的泛民主派 我是指整個議會 我們所有的只是一些一日遊 兩日遊 一些旅遊式的交往 但是主席,你從來沒有帶我們去 到訪北京的人民大會 北京的人民大會的官員 或者是議員 從來沒有來過我們的立法會 主席,我不是說大家政見上的問題 而是說我們立法會的憲制上的地位 主席,更加令人難以接受的 就是在近來特別 我們聽到很多接近北京的人士 是在強調一國兩制之中的一國的重要性 甚至乎特區政府 也有機會都不會放過去宣揚一國的重要性 主席,最近譬如 大家都比較認識北京的學者 譬如姚渡平教授 黃振文教授 都分別來過香港 他們在香港演講的時候 那個主題的重點 是完全聚焦於一國的重要性 姚渡平教授花了一個多小時的時間 去將整本基本法 由第一條 看到最新的第一百五十幾條 去分析 為何中國可以在香港 行使主權 主席,這些問題 我不相信有香港太多人 是會有異議的 因為在這個憲制秩序裡 香港回歸中國 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但為何你可以一方面強調一國兩制之中的一國 但一方面在立法會的地位那方面 就不視為香港的立法會是一國之內 這是不是一個很深層次的矛盾 或者雙重標準 存在呢 如果你強調一國兩制的一國的重要性 你就應該將這個制度之下 這個憲制秩序裡邊 有一個完全符合憲法認可的一個機關 是立入於所謂一國之內 我們然後再去考慮兩制之間的問題 是有沒有存在 或者怎樣可以改善 如果甚至乎在一國兩制的一國之中 問題都解決不了 我們看不到在兩制之間 如果出現矛盾的話 怎麼可以有所磨合的 主席如果說 立法會有個別的成員 和北京政府 在很多方面是有極之不同的見解 甚至乎有一條很深的洪溝 我又覺得 如果將立法會的憲制上的地位 漠視的話 這條洪溝 什麼時候是可以克服 可以化解 主席 我覺得這是一個憲制上的 不可忽視 一個重要的問題 我也強調 完全不在乎於 這個會議會裡邊 是民主派佔有多數 或者是民主派只是佔有少數 主席 從你這個角度看 其實這個一國兩制的落實 或者它的實踐 在運作上 如果立法會 得不到一個應有的憲制上的確認 也有它存在的一些相當大的問題 主席 我們撇開政改不要說 我們只是看看日常的運作 譬如拿最近的一個 我們大家都關注的課題來講 這個所謂環珠江口二居關區 建設的重點行動計劃 我明白到特區政府 就在其他場合已經澄清了 所謂行動計劃 是廣大了的 但問題不在於那個名稱 是不是廣大了 主席 而在這個計劃裡 扣除了公眾假期之外 那個諮詢期 是超級短的 因為只有短短的18天 特區政府和中央討論了之後 立法會截止息 而當中完全沒有一個溝通的渠道 沒有一個對口的單位 立法會一件文件都拿不到 政府只是在一些團體的要求和公民黨的要求之下 然後才願意匆匆開會交代事件 但主席這個所謂環珠灣區的規劃 其實可以追溯到2006年 越港澳政府展開了一項跨境項目 叫大珠三角洲城鎮群協調發展規劃 而主事官方官員是當年主管規劃的常任秘書長 劉吳惠蘭女士 研究到2009年完成之後 規劃處當時就說大珠三角規劃研究 是越港澳三方首次攜手合作 進行的策劃性區域的規劃研究 目的是在一國兩制之下 以前瞻性的視野考慮 和分析大珠三角發展的機遇和挑戰 主席所有這些所謂合作研究 完全都是行政機關單獨去進行的 問題在哪裏呢 我身邊除了不可以之外就沒有東西 不知道是不是它影響到我的發言 我希望不是了 主席我只想說 在運作上 我們日益是看到 主席我只想說 豬江三角洲的經濟融合 是會要求更多的發展 更多的合作 但在這些種種的互動之中 立法會是完全沒有角色可以扮演的 我們完全是沒有機會 去撒取一些重要的文件 或者透過交流去瞭解一下 其實官方的要求是什麼 到最後呢 政府就把所有的東西通過之後 或者同意之後 然後拿來立法會 三兩句之中一個小時之內 就要立法會決定要不要 主席這個是極之不公平 也都令到我們議會的工作非常難去做 因為如果我們是有一些正常的 官方的溝通交流的話 我們是可以透過其他渠道 是可以令我們更加了解 在政府在規劃上 或者經濟發展上 想他們所走的道路 他們所走的方向 他們所考慮到的因素 可以和我們大家一起分享 可以令到我們的議會 更加容易去配合 甚至乎支持 特區政府 在豬江三角洲的發展 主席 在這方面的問題 其實是可以推廣到全國的 甚至乎十二五計劃 也都同樣 我們可以用這個例子去顯示到 立法會的功能和角色 是不應該只是局限於 一個橡皮圖章形式的一個議會 即是說當所有的規劃 所有的政策都落定了之後 然後才走到議會 就是說你是支持 還是不支持 我們是無權要求解釋 或者要求多些文件 主席 譬如在上次開會的時候 其實這些情況 差不多每天都發生 政府走到來給了一張三四頁子的 所謂立場的或者政策的文件 議員有五分鐘 每天五分鐘去追問 問他多些 他就答不出 答不出那又怎樣 是否每次我們都要將會議押後 然後我們等他拿齊文件 然後再給我們的支持 有時很多時候這些政策 是不能等待的 所以主席在運作上 是有一定的困難 但是主席 我剛才說過 不是單單我們要考慮運作上的困難 而是我們要肯定 立法會在一國兩制之下 的真正憲制地位 如果北京對我們這個議會 某些成員或者泛民主派 是有意見的話 他都不應該將我們整個立法會 視為不存在 主席我今天提出這個動議 其實很希望特區政府 亦都希望透過特區政府 向中央政府表達 我們現時這個立法機關 和內地的所有官方機構的關係 是非常之不健康 不正常 如果我們真的要落實一國兩制 磨合我們之間的一些 不同意見的地方 或者甚至乎一些矛盾的話 這個是一個首要消除的障礙 不是很高的嗎 不是很高的嗎 我們在這個動議